而2023不会改变的还有美中在各方面的持续对抗 尤其是在外交的攻略 中国大陆早就推动的一带一路持续在南亚和东南亚 目前是斩获成果的阶段 包括尼泊尔旅游大城伯卡拉新的国际机场建成启用了 还有柬埔寨的跨美工河大桥也开工 这都在2023的前两天举行 尼泊尔和柬埔寨两个国家其实都说 新增的基础建设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多游客商机 而柬埔寨总理洪森更对来自中国的支持和援助赞赏不已 就在1月8号中国开放国人出国观光的时候 柬埔寨的总理特别强调 他们这个国家绝不对陆客实施任何的入境限制 而且还说了希望今年去柬埔寨旅游的陆客总数 最好能够上看200万人次 2023年一开年 北京当局全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政策 就在尼泊尔收获成果 这座位于尼泊尔中部 一个有着雪山与湖泊等其立自然景观的尼泊尔第二大城 由中方援助建设的伯卡拉国际机场 元旦当天正式开始运行 身为尼泊尔旅游热点之一的博卡拉 1950年代起就有一座民用机场 并且在2010年成为尼泊尔第二大国内转运机场 但因为机场跑道只能起降小型飞机 规模无法应付持续增加的旅游需求 因此在中国进出口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以及OPEC 总计提供近三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下 2017年开始在旧机场旁边越三公里处建造新的大型国际机场 但新机场的建设历经当地民众 不满机场建设得推平高山 方便飞机起降的抗争 以及随后的疫情大流行 宫崎不断延宕 博卡拉国际机场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 那么我们克服了疫情等重重困难 机场投用以后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 元旦的这场启用仪式更曾两度推迟 不少赶上投一班飞机的游客直呼幸运 我非常幸运 这是一个设计节目 所以我们感到很幸运 这是我们为了美国的美国 因为我们来到美国的美国 当我们听到我们会在第一天的设计节目 我们很惊喜 所以很棒的船目 我们真的很喜欢 很漂亮 尼泊尔过去只有首都加德满都有一座国际机场 去年5月同样由中资成建的派勒瓦佛陀国际机场启用 成为尼泊尔第二座国际机场 这回元旦启用的博卡拉国际机场则是第三座 仅有的一条跑道终于能起降A320飞机 尼泊尔过当局希望透过新机场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 据了解去年1月到11月尼泊尔约有55万游客到访 当局希望今年游客能够翻倍到100万人次 尼泊尔之外柬埔寨也是中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国家 由中资企业成建的最新一座跨美工河大桥 周一在柬埔寨东部城市集锦举行开工典礼 柬埔寨首相洪森与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 共同主持开工仪式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 终结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了协助成效 大桥建成后将极大方便美工河两岸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 这座大桥既是设施联通之桥 更是终结民情相通的友谊之桥 这座包含公路在内的跨美工河大桥工程 全长33.4公里 由中方提供1.14亿美元贷款 预计2026年完工 实际上这已经是中方为柬埔寨盖的第12座跨河大桥 也是第8座跨美工河桥梁 几乎每次大桥开通或者开工 洪森与中方大使都会出席 而中资企业也几乎包办柬埔寨的各种基础建设工程 光是去年12月最后一周 柬埔寨就有三条公路升级改造的项目开工 全都由中资企业成建 目前柬埔寨国内高达30多条公路 也都由中方兴建 也难怪在开工仪式上 拿着黄金iPhone的红森 对中方所提供的援助与支持大表感谢 更强调欢迎中国游客到访 期待今年中国游客总数 能够上看200万人次 并且表明柬埔寨 绝对不会对中国游客实施入境限制 中方成建的桥梁与道路确实为柬埔寨的民众生活带来更多方便 然而人民因此要承担的国家债务 以及建设是否能切实符合地方发展需求 在缺乏监督与透明度的柬埔寨 恐怕都只剩疑问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